前段时间因为中国合伙人的热应 不要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也成为了一句名言 不过这电影归电影 现实中大家还是喜欢和自己的朋友合作做生意 这不小艾斯和谢娜这对名嘴姐妹花就合伙开启了甜品店 但凭这姐妹的人气店里的生意就不会差 这家店打出了闺蜜餐厅的旗号 不过我们都知道 因为小艾斯和谢娜主持风格相似经常被拿来对比 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 他们两个怎么会凑到一起开启了闺蜜餐厅呢 主要是我跟娜娜也没那么好了 对对对 我们不是好朋友所以可以一起合伙开店 我们纯粹是生意伙伴 有一方面还好 我们两个算是新成为闺蜜的 对对对 大概才一个月吧 因为我们为了因为利益 成为了闺蜜 虽说是闺蜜 但做生意毕竟还是要亲兄弟名算账 那么到底谁是更大的股东 在店里又是谁更有话语权呢 这个小艾斯说算吧 小艾斯会说他现在经常在北京 然后经常来管理店 这店里的店员什么都听不接纳的呀 那一定的 就是我就走的是这个风格 但是被你说出来了 对反正他就是当那个劳碌命的人 然后我就等着在那个台北算钱 然后辛苦的事给他做 明星开餐厅很多都是雷声大 有点小 不知道这对新闺蜜的生意 会不会一直红红火火呢 优酷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